基隆市警察局一名二線四星的警官被爆料 把真房車當私家車代步長達五年之久 爆料中還指出五年來的油耗 都是由公家加油卡支付等同是全名買單 市警局已經立案調查 如果發現不法事證將移送法版 身為警官加上公務員身分 基隆警官遭報公車私用 凱憂長達五年之久 就是他 基隆市警察局一名二線四星科長 遭爆料指出 無姓警官住家與上班的地點 基隆市警察局相距七百多公尺 為一己之私 竟把真房車開回家私用 還用來接送妻子 小孩 公器私用長達五年之久 爆料還指出 他還使用車上的公家加油卡 等同於油耗 都由全名買單 面對質疑聲浪 市警局展開調查 本局立案調查 將秉持不掩飾 不避重不互端立場 積極查處如發現違法 將依法移送 基隆地監署偵辦 以維護警察風紀 根據警察機關 車輛適用車種表規定 真房車的用途僅限於特種警衛 真房指揮 以及犯罪真房勤務 不可能做私用 開真房車出勤後 需開回警局裡停放 這回警官遭疑似公器私用 市警局強調 若查證屬失 依法行政 絕不寬待 記者 蔡志恆 金融報導